都查到这份上了 不看他几个人头 怎么跟皇上交的 又怎么镇得住这帮猴子 杨泽灵 大人 属下明白 凡夫都是阿大人现在极其恼火 由他掀起的反弹风暴 虽然把扬州城闹得人人自危 但落网的全是这么大的一贪 老阿十分清楚 真正的大衣正在冷眼旁观 等着看他的笑话 他准备摘掉几颗人头江水搅混 然后追踪寻迹挖出硕属 一声令下 无数人头落地 阿克战此举 很快就引发了连锁反应 远在京城的河神收到消息后 立马激验了 扬州地面上 阿克战打杀四方的动作 让言语使卢德公更是卢坐针毡 虽然不清楚此举到底针对谁 但作为延远衙门的二把手 卢大人也不敢保证就不是他 你今天也看到了 他严远大人下手再狠点 这地上的人头可就是我鲁母的了 大人您放心 老爷子那本假账册正在加紧赶制 已经过了一半了 相信很快就会出来 也许交上去应该可以抵挡一阵吧 也不知道能不能瞒过去 桥山镇火的目的达到后 阿克战紧接着又使出第二招 他将幸存的严商和严官 邀请到严严衙门 让众人切身观摩搅和的赃款赃物 目之所及触目惊心 这里除了有价值连场的珠宝字画外 更有数不清的玉如意和外国钟表 初步估算一下 这间屋子里的器物价值 起码一百个小目标 就在众人观摩的时候 紫雪也探着小脑袋跑来凑着呢 老阿是爱着紫雪 而紫雪则恃宠而骄 没办法 只能任由他去 只不过阿大人不知道 自己希望一次警醒众人的目的 差点被他葬送 叶明珠不见了 什么 这可是成堂赃物啊 谁那么大胆子 快找人揍去 大人 不必了吧 什么意思 能进二堂的就那么几个人 敢拿叶明珠的有谁啊 老阿傻了 紫雪简直胆大包天 居然敢悄无声息地掏走赃物 而视野的解决方法则更没大胆 大人 一床紧被遮盖下去算了 我回头在单子上把他给削了 事关重大 阿克战不敢带卖 而紫雪正心花怒放地把玩的叶明珠 他哪里会想到 马上迎接他的将是雷霆风暴 怎么回事 老爷 我在问你怎么回事 哎呀老爷 不就那么回事吗 我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紫雪不知道阿克战是否真的生气 心存侥幸地他开始狡辩 我就是看着好看 自己捡的 捡的 再去给我捡一颗来 哎 捡呢 你知道什么人佩戴这个珠子吗 这颗珠子值多少银子吗 捡去 捡去 现在慌张在上面压着我 天地会在底下盯着我 这一个个眼神恨我得吃了我 你还在给我添乱 我这个眼睁迟早会被你害得人头落地 紫雪真的害怕了 开始疯狂推卸责任 他几时自己敢拿叶蒙珠 完全是马德昌教唆的 阿克战要撵走紫雪 紫雪荒得要死 哭哭啼啼地请自己的好闺蜜梦梦帮忙 事情没那么糟 要是大人真不要你了 早把你赶走了 这不没事吗 你不知道 他最近烦着呢 刚抓了两个天地会的会党 天地会的人专门跟他对着干 趁王朝总不在 就上他们家去 找那张策去了 说不定绑架孩子的事也是他们干的 张策在梦梦手里 但两个孩子的下落无人知晓 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再也坐不住了 于是他赶紧给紫雪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 到了晚上 叶明珠显得分外明亮 但一技行事的紫雪却忐忑不安 白领早就已经打好了结 紫雪侧耳倾听屋外的动静 直到熟悉的脚步声传来 好戏也就开始了 然而阿克站推开的是自己的房门 气头上的他根本不像进紫雪的房间 就在小铁匠认为他要挂掉时 紫雪房间的板凳倒地声 却引起了老阿的警局 等到阿克站赶到 紫雪已经痛苦地承受不住了 紫雪快快来人呐 紫雪紫雪 叫狼中 紫雪 你这是怎么了 老爷 我知道错了 你别赶我走 我真的没有去除了 老爷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呀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苦肉计 偏偏老谋深算的阿克站 却被紫雪伪装的忠烈蒙蔽了双眼 一个江南女子性情这么烈 真没想到 不就一颗叶明珠吗 阿克站无原则地怜香惜玉 让何思胜有些莫名的失落 阿克站组织了几场强攻以后 虽然也有所斩获 但大鱼连影子都没见着 他是知难而退 还是索性就卖个破绽 另有所图 事业吃错了后果很严重 阿克站赶紧插开话题 企图一谈论正事来讨好他 你说说这回 这汪豹二位总商送了军饷 又解了成都疫病 皇上降职表彰 竟然连我阿某一个字都没提到 是不是皇上对我还是不太满意 何思胜根本懒得理他 不过出于一个事业的职责 他还是替老阿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局势 他指出西南的叛乱很快就会平顶 那么向扬州严商催缴捐输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现在叛乱平了 严正的水到底浑成啥样 皇上可就容不得再这么糊弄下去了 你的意思是 皇上的眼神又转到东南来了 奎空本来就是前任留下的 不如趁早把这些账目直接上报 如果说皇上不查了 将来东翁离任的时候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如果说皇上要查 有了这把上方宝剑 你也就不必瞻前顾后了 何思胜把韭菜端走了 但他留下的话却让老阿不含而立 抓了那么多小贪 也砍了无数脑袋 如果不把亏空的事情彻查到底 对上对下都无法交代 开工没有回头姐 阿大人该何去何从 这个咱们下期接着了